有鱼了 哇 我让了大概三四口的样子 你看 我下去 看到没 我中鱼了 中鱼了吧 双尾 我们现在先用猪鸽一样的方法钓远点 对吧 我们因为耳鸽的状态不一样以后 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 好吧 好 行 试一下 现在我们是信心满满的开钓 准备充足之后终于可以开钓了 钓滑口鱼还有一点记住 千万不要打窝 你越打窝 它会越来越滑的 比如说你污化过于太好了 那么它这个滑口鱼实际上会增加它滑口鱼 一点都不要打吗 直接开始正常做掉了 知道吧 让它静静的在下边就一干一干的 刚刚我有口 好啊 有口就好 还是很有希望的感觉 但是记住啊 到这种滑口鱼 你一定要还要学会放口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不能够有口就抓 你不要见口就打 见口就打 见口就打钓这种滑鱼啊 是不行的 这个 就不能太急躁了 对 你看现在这么好的口 是吧 如果是你见口就打的话 那这个鱼就没法钓 滑口鱼如果是 你不要学会放口的话 那这个鱼是钓不好的 所以面对滑口鱼 我们要学会放弃 对 就是你要从这种动作里边来挑 那究竟什么样的动作 才是最稳的钓滑口鱼的动作 正常情况下 一般我们会选择什么 淡而有力的动作 或者是这种明显的石口的动作 就是黑飘下盾 对 你看 我刚刚黑飘啊 是吧 一黑飘 我是第二口才开始的 你让了一口了对吧 对 让了一口 对 对 这就是钓滑口鱼里边 一定要学会放口 哇 终于了 太开心了 看一下 好像不大 不是很大 有点瘦 看来我们今天饵料还是很对路的 像这种比较滑口 你看 正口 像这种比较滑口一点的鲤鱼呢 它就喜欢吃这种 稍微黏啊 软黏 紧一点的饵料 而不是像之前 诸葛他那种比较松散的饵料的话 可能吃口就没有像 我们还是开始做调整 好 哇 这个风还是有点大 对 周老师 其实我有口了 对 我跑鱼了 跑鱼了 你看 我放了两三口 放了两三口是吧 挂的 我觉得是 你看 是钓的不正 看到没 对 为什么会这样 这实际上吃实的那条鱼没把它钓着 是 但是在旁边看到 看到 然后突然一下给挂着了 这个不算是钓着的 对对对 这是挂了不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对啊 这边下面的鱼多 是认真吃实的 很少 很少 然后都是在那儿斗 对吧 试探 所以这位鱼其实并不是我正钓 正钓上来的 是的 你看 又空干了 平常在去黑坑钓鱼的时候 都会有前期抢新鱼和后期钓鰻鱼的一个过程 对啊 这你要学会变化 那个时候我们一般都会做两款耳料 一款是用来抢新鱼的 一款就是用来钓 对 你看抢新鱼的时候 这个耳料就一定要什么呢 物化要好一点 然后但是钓到后边后期滑口以后 这个耳料的状态就明显要改变了 对 比如说我们就必须要做成什么 减少雾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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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本上不雾化 对吧 变成一个软黏耳 对 你看我这儿口特别好 有了 准备了 钓派户外的灭坝这款干子 你看 我也切了 非常的轻松 而且钓性非常的好 你看 腰上的力量非常足 非常的轻松 这是我已经让了它有 大概有三口了 这样才中了一尾 哇 刚才我都黑飘了 是的 很正常 你看我这个 都没有鱼 你看这个鱼啊 非常的瘦 钓饭很多次以后它就比较瘦 除了这种鱼啊 它这种在吃时的这种警惕性会 非常的高 非常的强 对啊 滑鱼 实际上你看我们钓的这条鱼之前啊 有很多干都是空干 对吧 这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一定记住啊 就是说 钓这种滑口鱼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打窝 但是我们钓滑口鱼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也是非常管用的 什么方法 你知道吗 我把这一根钓了我再跟你讲啊 好 你看我这个钩子上面都有鳞片 对 你看我们正常去做钓啊 我们 会有很多的鱼心 在我们的这个钓点上冒出来 对吧 那这边这个下面的鱼啊 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它就是 不好好的吃 不老实的吃 那么这样呢 我们一般会采用什么方法呢 什么方法 特别 愿闻其香 你看这又是口 你看 崔老师 你就别老卖关子了 好 马上啊我钓这一根跟你讲 看这条鱼又很瘦 对 非常瘦 你看 这应该之前啊 最少都是在 用一斤 至少七八两左右 嗯 然后现在瘦成这样了 我这边又是黑漂眉口 雪芹啊 如果你平凡遇到这种 油口打不住 在钓滑鱼的时候啊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那么我今天呢 就教你一种专门针对 这种钓滑鱼 尤其在黑坑里边钓滑鱼的 另外一种钓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沾蛤蟆 沾蛤蟆 对啊 就是我们钓近点 比如说 现在我们拿着干的啊 我们把水面上 哎 清点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干尖的位置 对吧 嗯 那么我们抛待会儿抛干啊 就抛在这个位置 嗯 你看清点一下在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抛干尖的位置 抛到这个位置 嗯 我知道扎蛤蟆 是在我们竞技钓当中啊 钓滑鱼用的非常多的 对 都会用到的一种方法 对 而且有的时候也特别有效果 对 而且它有的时候是 按照我们干尖的位置去扎 而有的时候呢 也会在我们的 就溜边的这个位置去扎 也有 对溜边呢 这个是在我们比赛那边是静止的 因为它必须要掉到我们干尖以外的位置 哦 所以说我们是的 在比赛里边啊 最近最近只能掉到干尖了 嗯 知道吧 但是我 你看我这儿啊 进出啊就相对要浅一点 嗯 看到没这个木数很高 所以我得马上把它调整一下 哦 再调整一下 对调整一下这个木数 木数 太高了一点 再 好 我们来试试看啊 我把它调整一下 调低木一点 对因为它我现在我调的是六亩 现在可能在水面上都已经有十亩左右了 哦 所以我得往下拉一点 这样的话就会更稳一些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远处 钓不着鱼或者鱼口很滑 那在炸蛤蟆之后 钓进处它就不滑了呢 哎 我们先钓冷干试试啊 到底滑不滑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正在情况下呢 这个鱼啊 在进处会相对比较老实的 老实一些是吗 对 好 我待会再来给你讲讲这个它的原理 嗯 我这样我还是先抛满干 再试一下 看看你这效果到底做不做效 好 我再决定更不更改 我的样子 你看 我下去 看到没 我中鱼了 中鱼了吧 咱俩同学 双尾 看到没 这是效果就不一样了吧 看到没 天呐 这个炸蛤蟆这么有效果吗 对啊 你看 第一杆双尾 而且它是什么飘迅呢 还是一个大盾口 加上一个再紧接着一个大盾口 然后是两个盾口之后 你羊肝了 对 你看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扎蛤蟆 你看 双尾 也是激动一尾 我虽然也上鱼了 但是我让了三口之后它才上的鱼 对 你看我们这是第二尾 虽然都比较小 对吧 但是你看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这也太夸张了吧 你看 我再把浮标棒下调一点 还是比较高了 我的天呐 我突然有点想更换我的钓法了 你这个也太明显了 你那两尾鱼好像比我这尾鱼要胖一些 是吗 我这个鱼依就是很瘦的 对 差不多 大小的差不多 嗯